就在前不久 澳大利亚的Cerula和TAS两家公司宣外宣布 正在合作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开发一款超大型的无人潜航器 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推出第一艘样品 讲到这里 大兵想起了在今年4月份 美国海军下水的新一代无人潜航器 虎晶 根据美军的计划 未来几年内将会拥有一支完全由水下无人潜航器组成的特殊部队 那么美军的虎晶水下无人潜航器有多强呢 水下无人潜航器的任务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 无人潜航器中的大型无人潜航器和超大型无人潜航器 大多指的是排水量大于5吨的无人水下平台 该型装备的主要特点便是拥有超长的自持力和续航力 超强的载荷搭载能力 以及先进的自主能力和智能控制能力 再加上使用了模式多样化 不仅能够独立运作 还可以作为潜艇的任务搭载模块 是未来新概念水下战的核心节点 近几年来呢 该型水下潜航器已经成为了美国的重点发展项目之一 并且已经进入到了装备阶段 在数据方面 虎晶渐长24米 渐宽2.5米 重量达到了80吨 极限前身超过了3300米 采用锂离子电池全电力推进方式 在水上移动时 电池由柴油发电机充电 水下最大速度为8节 巡航情况下速度为3节 在巡航速度下 虎晶的最远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1112公里 在海下能够自主航行几个月的时间 另外大家都知道 意志噪声对水下军事行动至关重要 无人潜航器当然也要遵循这条原则 它在艇体末端配置有一个带有环形防护罩的推进器 这型设计呢 与大型载人潜艇类似 能够在确保推进效率的同时 让潜航器更为安静 此外 虎晶无人潜航器的特色就在于 它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从舰首到舰尾 大致可以分为5个模块 并且配置了一个10米长 重达8吨重量的可重新配置有效载荷舱 可以容纳包括 毛泊坐底装置 多单元水厅器阵列 通信装置 以及反水雷任务包等在内的多款任务模块 还能搭载其他小型无人潜航器 和反舰导弹 水雷 鱼雷等武器 早在2017年9月 美国海军便向波音公司拨款了4000万美元 用于虎晶XLUUV第一阶段为期15个月的研发工作 当时的美国海军曾经声称 此计划是为了响应美太平洋司令部联合紧急行动的需求而提出的 根据美国海军的预算文件可以看出 此系统由4个功能单元组成 分别为XLUUV单元 按上单元 支持单元 以及移动指挥通信单元 按照预定的计划 虎晶将会是一个开放架构 能够重新配置的无人潜航器 由于使用了模块化设计 其核心载序将提供控制 制导 导航 核心通信 态势感知 推进 以及任务传感器等功能 在此同时 虎晶还拥有着标准化接口设计 未来能够通过实现技术升级 以此应对威胁变化 到了2018年3月份 美国海军开始对初步设计进行评审 随着2019年波音竞标成功 成功与美国海军签署了 4艘虎晶的采购合同 总价值大约在4300万美元左右 并在同年3月订购了第5艘 根据预定计划 5艘虎晶都将在今年交付 至此 合同金额已经达到了2.74亿美元 其实虎晶无人潜航器 是之前波音公司开发的 回升旅行者无人潜航器 为原型设计的 在数据方面 回升旅行者整体舰长是15.5米 水下极限速度为14.8公里每小时 最大作业深度为3000米 其舰艇上部配置有一个可折叠围杆 里面集成了可以自动识别海上船只的 自适应信息系统 以及一根通气管拥有着卫星通信和军用卫星通信的能力 当该潜航器深入水下时 其桅杆能够放倒与其外壳共行 在扶持水面时 桅杆升到4.8米 并且拥有2.4米露出水面 此外除了拥有AIS和通信能力外 它的桅杆还能当作柴油发电机提供空气的进气管 可以为潜航器电池进行充电 当电池充电数据下载完成后 桅杆就会回收 在动力方面 该潜航器使用了锂电池供电 在水下全工矿用电的情况下可以维持2-3天 在正常航速下 疑似电池充电的航度距离大约为280公里 再加上安装有极为成熟的自主软件 能够保证其水下作业的安全 提前感知前方物体并且作出规避 事实上 虎晶也只是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部队的众多成员之一 美海军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计划的 比如说 停体直径小于0.25米的单兵便携式潜航器 以及直径在0.25到2米之间的中型潜航器 在这之中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 有消息曾传称 美国海军的舌头大型潜航器项目 存在着腰斩的可能性 此事一旦成真 那便意味着 美国海军在中型和超大型潜航器之间 便会出现空白 虎晶也就会被赋予更重要的角色 根据此前美国政府数据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 大概在虎晶亮相的同时 美国海军便发布了一份描述 消耗性无人潜艇的文件 文件中的资料显示 MEDUSA是一种战术性秘密布雷系统 可以通过潜艇鱼雷发射管部署 美国海军将其归类为一次性使用的中型无人潜航器 可以携带任务设备和作战载荷 美国海军希望在其2026财年之前交付四艘原型艇 虽然说美海军尚未公布如何部署和运作虎晶无人潜航器 但以它的尺寸和重量来看 肯定不适合用载人潜航携带和发射了 大概率只能从码头出发 或者用大型水面舰艇运送到特定的海域 另外给各位补充一个冷知识 作为专门测试无人潜航器设立的部门 美海军无人潜航器第一中队 自成立以来已经低调的运作五年时间了 从目前各国的无人潜航器来看 大型和超大型的军事用途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 情报 监视和侦查 这是因为此型设备的水下自持立场 一次任务的时间可以达到数月 并且配置的探测传感器种类繁多 能够展开构建分布式网络化 广域和跨越的情报 监视以及侦查水下传感器网络 所以可以形成持久且隐秘的军事存在 具体任务包括了海洋环境观测 声闻情报搜集 水面水下目标监视等等 第二 反潜作战 由于该型装备有着前身大 载荷多航程远的优点 能够根据其性能特点 开发出更多的反潜战法 进而提升反潜作战的消费比 比如说前行到敌军港口潜伏 或者在源头发现敌方潜艇出港 并且持续跟踪 或者是在敌潜艇可能出没的海域 进行隐蔽巡航或者潜伏监视 不仅能够作为先期预警的有效手段 还能够充当诱饵 迷惑对方 掩护我方潜艇行动 第三 特种作战 由于搭载由模块化换装载人舱 和生命维持系统 能够护送特战人员 到达敌方要害区域 执行特种任务 另外还能作为物资装备的投送平台 携带补给物资或者武器装备 潜航到任务区域 之后自主开舱 分离物资载荷 再加上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空间极大 能够容纳更多的载荷 第四 水架攻击作战 这是因为其可以携带 鱼雷 导航或者生弹等武器 而从水下对敌方目标进行攻击 凭借着前身大 载弹量多等优点 能够在深水部署实现战位优势 出其不意地对目标进行有效打击 水雷对抗 这可以说是此类潜航器的重点 由于其能够自主执行 远距离隐蔽布雷任务 所以使得攻势布雷更加可控 隐蔽 而在反水雷方面呢 此型装备还能作为有人平台的重要延伸 提前航行到目标水域 实施水雷目标探测 并将收集到的数据回传到有人平台 并根据指挥人员的评估结果 接收水雷目标处置指令 或者是作为反水雷的母艇 携带探测型UUV或处置型UUV 快速突破水雷屏障 目前根据美国海军的消息 正在开发的无人潜艇和载人潜艇 都能够布设新型的水雷 再加上虎晶很难被敌方发现 所以能够将水雷运送到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 从而获得更有力的态势 此外 因为其大体量和无人化的特性 还提供了一种海上阻塞封锁和关闭敌方港口 造船场以及海上商业的新型作战方式 甚至虎晶在未来 还可能会深入敌方沿海地区 实施水雷战并破坏敌方海军行动和航运自由 首先就是军用UUV 会逐渐呈现体系化 形谱化发展 重型UUV更是会成为 无人作战体系中的重要组成节点 大兵以美国无人装备发展规划为例 未来的无人作战平台 肯定会由单平台向无人作战集群发展 所以功能各异 体量由小到大的UUV 就会呈现系列化 形谱化发展 而UUV作为无人作战集群中的关键节点 并不要求此平台的功能齐全面面俱到 而是要求平台各司其职发挥它的体系作用 以此来说 未来的无人作战集群中 各平台之间的信息融合 指挥协同 智能决策等问题 必然会成为重点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其次是UUV平台会向综合化 大型化 以及强调多任务能力方向发展 由于无人职守的UUV有着较高的自持力和续航力 所以便要求该平台拥有较大的体积和重量 其动力 机动性 以及生存能力等方面 也将会实现重大跨域 对于平台的设计而言 不仅需要解决传统的空间优化 减组增效等问题 还需要解决高精度导航 高速率数据传输和新型高密度能源等问题 在未来拥有强大搭载能力的UUV 一旦投入使用 就会极大的强化现今的舰艇和潜艇等 传统的海上作战单元 不仅会扩大作战半径并提升作战效能 还会发展出新型的作战方式 进而改变传统海上作战的格局样式 对未来的战争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还有就是 模块化 智能化会成为UUV的发展方向 通过平台的模块化设计 可以实现平台的多用途化 不仅减小了舰艇的设计难度 还降低了舰艇的建设成本 至于智能化 则是目前UUV技术的研究热点 智能UUV的核心就是人工智能技术 相较于智能化程度较低的UUV 高智能化的UUV可以完成更为复杂的任务 拥有更广泛的作业范围 以及更稳定的任务可靠性 随着UUV与AI新技术的融合 将会使得它拥有高度智能的自主路径规划 信息融合 智能判断 任务智能决策等能力 能够进一步提高作战效能 不过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 大兵总结出了美国海军发展无人系统的几个主要问题 其一呢 就是低估了与这些无人系统相关的成本 尤其是没有考虑到维护 作战 以及实现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的成本 美国海军现金的成本估算缺口很大 所以在试图建立新型舰队时 可能会面临极大的预算压力 其二就是缺乏对于无人系统和能力相关投资的措施 忽视了无人系统运营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所以很难实现美海军的工作目标 最后呢 就是样机的设计环节还有所欠缺 缺少与国防部采购计划的联系 如果美国海军不采取有效的措施 将相关的策略融合到样机规划中 不仅很难实现海军在这些系统样机上投资效益最大化 还会面临比预定计划更大的采购风险 总结来说呢 美国海军已经越来越看重无人平台了 他们必然会在未来的作战行动中越发的重要 尤其是在分散形式作战中 以及海军在多个区域同时执行多个任务的行动中 美国海军会持续扩大通信和数据共享网络 在这时呢 无人再去能够以更少的人员 更低的后勤需求 以及更少的设施 为美海军行动提供更多的助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那么大家认为 虎晶无人潜航器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如有披露也欢迎各位指出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 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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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